國防部長馮氏寬 日前續查憲兵指揮部 指揮官許昌親自接待之外 還有這位女性的聲音 就連座談時 部長都特別點名傾聽意見 原來她的來頭不小 可是目前司令部層級當中 唯一一位女性總市官長 不過要領導憲兵5000多名 以男性為主的士官兵 就曾在攀岩時被挑戰威信 總市長你要不要來試試看正面下 他們可能覺得說我應該不敢 但是我說好沒問題 我要在那一刻展現我的領導統一 所以我做了 後來底下的人 就是那如雷的掌聲 所以其實我是用唸的 唸到他們覺得說好好好 你不要唸我 我會去做 所以我就像媽媽一樣 透過柔性一面掌握基層士官兵的心 劉碧莉從軍22年 歷任政戰士教官等職資歷非常完整 不過做到士官等級最高的一等長 做滿30年未接級數頂天 薪水也才6萬多塊 軍官只要升上少校坐滿10年就能達成 讓不少人轉考軍官 但他堅持留在士官體職 看看他左胸前這一塊 憲兵指揮部士官督導長 加掛兩顆星的特殊名牌 是憲兵隊總士官長的最高尊重 正是馮氏環座談時 他就坐在指揮官旁邊 部長也堅持要聽他的意見 這代表國軍隊士官制度的重視 具體齊稱士官未接 也準備幫士官加薪 也要精進我們自己的本職學能 那才能名服其實的成為士兵的領導者 以及軍官的左右手 強化士官向心力 國軍從根基開始做起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